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律师在这里跟我们谈过不仅谈过很多社会问题 也谈过很多金融的问题 张律师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们都知道张律师涉足了就比较广 张律师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法律系 作为法律博士 在华尔街长期从事 华尔街的公司上市的工作 在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同时他也还在往返于中美两地 在北大和复旦同时兼任客座教授 讲授美国资金市场的运作和它的发展 今天我们请一位财经的专家 特别是请一位上市的有关的财经专家 我们跟大家再一次谈一谈阿里巴巴 美国当地时间19号上午9点半 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 一连串清脆的上市罗生响起 纽交所的交易大厅内响起的欢呼声 从此在美国资本市场上 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 但是从上市罗生敲响之后 对于盘子太大 阿里巴巴的开盘价一直未能出炉 上市之后开盘之晚 这也是纽交所很多交易员印象中不曾有过的 阿里巴巴创立于1999年 目前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 天猫 据划算等交易平台的网络成交额 约占中国在线购物总规模的80% 据媒体报道 这八名客户代表 都是阿里巴巴集团业务相关的 不同领域的参与者 其中包括退役后 当起了网店店主的奥运跳水冠军老李诗 阿里巴巴云克福 90后大学生黄碧基 淘宝模特兼自闭症儿童教师何宁宁 带动家乡电商发展的农民店主王志强 海归创业者王淑娟 拥有淘宝博物馆的十年用户乔丽 编送快递 编为贫困地区收集就医就书的快递员豆丽国 以及通过贴猫将水果销往中国的美国农场主彼得 据报道 他们起先以为自己只是受邀参加上市仪式 而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敲钟仪式的嘉宾 据报道 由于很少有这样的敲钟仪式 纽交所主席在敲钟开始前一刻 还问马云是否确定不上台敲钟 会不会感到后悔 而对于这一特殊的安排 马云当天表示 阿里巴巴的运气很好 这种运气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努力 张律师你好 谢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一日再再而三谈阿里巴巴 因为一个这个案子本身具有极高的代表性 站在很多国人的角度 作为中国一个私营公司 居然创造了美国的一个IPO史上的纪录 世界 世界纪录 对 而且呢 是在美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市场 筹得了一天哦 筹得了两百多亿 应该说 史无前例 而且这位领导者 马云 真的够聪明 如果 我作为一个 股票购买者 以后股票购买 我们下面再谈 我作为股票购买者 我想我要会问马云第一个问题 我在美国买的阿里巴巴的股票 代号88 我到底买的什么公司 好 就是说我们用很严格 根据他目前的这个offering来讲 IPO的这个书 在美国投资人所买到的 它只是一个叫做VIE的一个interest 这个翻译叫做什么 叫做可变利益实体 对 一个股份 叫做 对 那它呢 它是一个Kevin Allen 成立的一个公司 下面很多叫holding company subsidiary等等 但它最终的 它的利益来源是什么呢 是中国母公司 alibaba.com 跟淘宝 拿出12%的股权 还有8%的profit利益 拨到这边 然后呢 投资人他的权利 不是直接的股权 而只是一个contract 一个合约 就是我的合约呢 就是我可以每年拿到 8%的利用 也就是 阿里巴巴它给你的 只是8%的利用 你只能要求那么多 8%的利用 那它实际上 那个12%的股权呢 怎么样的结果 还弄不得很清楚 但总共就说 你拿到的呢 是没有投票权就是了 哦 我并不是像一般的公司一样 股东大会 我可以发表意见 我可以vote 没有 就算有也没有用 你12%能干什么 对吧 而且你所能拿到 这个严格讲 它其实不是一个股票 它只是一个债券 其实比债券还差 因为债券至少 你能够拿到8% 因为既然 它是有风险 所以可能低于8% 但不会超过8% 那到底我们美国人 买的是一个 跟浙江的阿里巴巴 只有8%的利用关系 对 就是而且是根据 合约的关系 还是根据合约的关系 对 就是说你只能根据 合约到中国的法院 执行万一违约的话 也就是说我马云 再亏再亏 我8%的利润来解决 在美国所有 跟我有冲突的 shareholder 是8%的revenue 收入还不一定是赚了钱 但是你所能够说 我能把我的股票换成股权 还不行 你只有12% 没有 它不像就是说 可转换的债权或股票 不是 但是呢 就是马云 他在这个整个交易当中 我觉得有两项做的最聪明 第一 这也是我过去在讲课的时候 一再强调 你这个股价呢 一定要定到 比市价稍微还要低 就是一个很保守的pricing OK 因为你一旦上市以后 它只有一个方向 只能往上涨 因为你本来值100块 你也想说今天定价60块 他现在68 他只有涨 刚开始那个势头非常重要 那涨了以后 你再加上几个好的消息发布 那一定就是两倍以上充足过去 所以他在这一点来讲 他做的非常聪明 就是保守的 就是说IPO的offe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price 这种pricing 他做的非常聪明 第二点 我觉得他也是 在几个进来的实力来讲 我也觉得这马云这种 非常聪明的一点 他不像Facebook Facebook他犯了两个大错 一个就是说 他把大量的股票 一开始就卖给散富 第二呢 他把那个underwriting 交给少数几个银行 因为这样的话 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散富他们都是想短期 对呀 当然了 所以一卖完 他马上就卖掉 马上就开始跌了 所以Facebook一上市就开始跌 而且说几个人操纵的时候 那非常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 比较容易操纵 操完以后大家就走了 所以很久将一年的时间起不来 所以马云这一次他就分散 就是有大的有差不多五家 我给你很高的待遇没有错 但是你每个人只能分待一点点的责物 也就是说我这个2.7亿的share 你只能拿一部分 我单单是分了五个 然后在下面还分了25个银行 35个银行 他总共加起来将近40个银行 在那边分敲 你就是他underwriter是40个 对 而且他让给散富的 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少 所以怎么办呢 他的策略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一年或者两年之内 他这个股票都是在institutional investor 彼此在trade 他的价格只有往上涨 涨到一个程度以后 他才脱手给审负 那时候审负买到的时候 已经是高价了 那你不可能马上脱手 因为那个价格已经成熟了 他等于说 把他自己的股价可以hold在那个地方 对 保持股价 而且他一定涨的 因为都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没有错 他慢慢的通过一年至少了 把他抬到两倍以上 那时候在脱手 才流到这个股市去 就投资大众这些小民 才能够买到的时候 你买到已经是 饱和成熟的价格 你脱手不容易 因为价格变动太巧了 那个时候 但是呢 他已经造成一个空气 就是说这个一种局势 这个股票很强 可是问题是 还是有人买到出来 可是你的40家的话 那你的underwriter fee 可就比较高了 所以就没有错 他将近是600个million的 也就是6亿美元的underwriting fee 我知道一般的 600 million 600 million就是6亿美元 他的 但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听到过很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来上市 特别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市场上市 小公司恐怕几十万美金 一两千万美金就搞定了 他说offering都达不到600个million的了 是 underwriting fee就可以达到差不多600个million 就是说他所有参与这个IPO的 重想之下 必有用 这个字用得太准确了 这个总共都是一个叫做一种 organize 不说cline 是organize一个transaction 你就说 这些人保证了阿里巴巴的股票的升值 也保证了阿里巴巴的股票在某一个时段 是一直往上 因为他一直卖给自己 卖到差不多一个程度以后 才流到市场去 因为我也看到很多这个散户呢 想买到阿里巴巴很难买到 所以没错 所以他你说他这个股价会跌吗 暂时都不会跌的 他就避免当年 Facebook所碰到的问题 而且没有一家真正大的underwriter 在操纵这个市场 你说你一家 而且他还蔓延欧洲那些国家 都是叫institutional investors 而且好像他 也就不急于偷手 好像他有40%的部分 是在自己的员工和公司内消化的 没有错 他这样的股票的流程 或股票的分配 是underwriter们同意呢 还是说他的一个合同里面协定的 这个通常一个上市了 就算假如说你这个 我是issue 我就说是288了 很强的话 那很多人都在排队跟你抢 那时候你就是当主导 那是 你很弱的话呢 你要求人家上市 那时候就不一样了 美国纽约时报呢 也表示 自阿里巴巴在今年春天 首次申请上市以来 潜在的投资者就分分渴望 能够购得该公司的股权 甚至是一小部分 这家已经有15年历史的公司呢 这个集合了亚马逊 eBay 谷歌 以及其他很多科技行业巨头的特色 而此次股票的销售呢 也标志着中国互联网 一个时大的到来 与此同时呢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 也发表评论文称呢 阿里巴巴在美上市 在世界科技和股票市场方面 也创造历史 现在的马云 就像您说的 实际是用了一个VIE 叫做可变利益实体 就是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让他的公司在美国上市 一般来讲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渠道 通常中国企业 要来美国上市 有两个方式 一个叫做American Departure Pository Receipts 我不晓得怎么翻了 另外一个就是叫VIE 为什么会有这两者发生呢 因为中国这个算是 比较保守的一个资本市场 所以呢 这国家这个政策就是说 只要涉及到国防工业 教育的工业 通讯的 银行金融业的 还有矿业的 就是稀有矿产的 目前是这五种企业吗 你不能直接上市 这是中国政府的规定 你全会透过VIE 对吧 VIE就是说你不能把主权交给 Equity交给人家 你只能把利润去上市 或是把你的revenue上市 就是说你公司的这些 license那些Equity 你不能卖出去 所以会产生像这一次 阿里巴巴 透过各种管道去 Kamen Island设立一些公司 然后它一连串很多 要把公司的利润 怎么用经过合约的方式 拨禁拨出去 但是主权 所以为什么淘宝 跟那个阿里巴巴 它根本不是在你们上市的 这个范围之内 完全不是 也就是说 你完全没有占有它任何股份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论 就讲了半天 你根本没有淘宝 淘宝是它的古关灵魂 阿里巴巴巴 也是他们最便宜的股份 所以你买到只是一个 叫做revenue 只有8% 也就是说 我即便我把这两亿多上市的股票 我全都买到手 我也就只是买了阿里巴巴 8%的利润 revenue 或者买了12%的 equity 也就是说 你无法对这家公司 行使任何的控制 甚至你连参与经营都没有可能 不可能 这样的目的 美国政府接受 所以我说 刚刚我讲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来讲 就是说 只要这个母鸡会下蛋 而且会下的是经济蛋 没有一定会把它恶杀掉 马云也一定会维持在 至少8% 甚至10%的propagani 因为它只要回头 它还要来更多的资金 对吧 underright只要有好处 它没有了 那美国 整个政府现在行政机构 等于是受华尔街间接操纵了 那是 对吧 就像那个会计制度 最近不是产生纠纷吗 严格讲阿里巴巴格金不能来这边上市 对不对 但还是上市了 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这是快递 accounting fraud 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叫睁眼闭眼 对 根本没有经过美国合法的 这样那个什么 会计制度 对 去 shave 她还是上市 为什么 你看这五家都是全美国最大的 Golman Sachs JP Morgan Morgan Stanley 而且这些公司不仅仅是 间接操纵白宫 他们说一句 说一句题外话 这五家集团 他们现在不仅仅是投资银行 而且他们还是商业银行 同时这还不算 根据美国的统计 他们的财富 比2008年进入危机之前 不仅没减少 还大幅的增加 这是老百姓的血汗 老百姓的血汗都进了华尔街 也就是说华尔街 我们虽然大家看到过 这个占领华尔街 那也不过最后 什么也没有能够有一个结论 更不会对华尔街 没一个华尔街的 就是executive 坐牢 我们让我们想起了 还不如当年的Enron事件 Enron的时候 最后还有人为此而入狱 甚至这公司本身还什么 而且现在 当然 就像我觉得张律师说的 很重要一点 是一只金母鸡 而且还是下金蛋的母鸡 谁也不会杀了他 哪怕你有点违规 哪怕你有点违法 哪怕你有点让我觉得不高兴 但是我们这些underwriter 不仅仅是五大公司 厦门那些银行们 无一例外的 尔杀他了 对 无一例外的 他们会赚钱 这个我们会回到 就几年 2011年 那是马云 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 他早期的 这个叫Venture Capital投资 一个是Yahoo 美国的Yahoo 对 另外一个是日本的 叫Softbank Softbank 对吧 Yahoo占了百分之四十 Softbank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三十四 八十七十四 但是呢 马云可以根据百分之二十六的 这种股权没有 没有经过董事会就把那个 阿里巴巴的这种 阿里配有没有 就整个转到一个私人工 他自己工资了 他拥有百分之八十的 叫浙江阿里巴巴 对不对 所以产生 你看这个Yahoo跟那个Softbank 抗议什么一大堆 那最后马云发现 情势不对 因为他还没有上市 所以他只好妥协 妥协就是说 好我赔你 六到八个Billion 一旦上市就给你说 你就马上可以去套现 你说今天他们产生一个例外 就是有八个Billion的股票 可以立即 问题是 这八个Billion并不是出在 马云的兜里 没有错 所以我说他很聪明 是出的是我们每一个投资者们 对 我相信以他的智慧 只要这个鸡蛋会下蛋 这个鸡会下蛋 他不会去把它砸掉的 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现在马云已经上市了 现在他上市通过了一种叫VIE的方式 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 这样一种方式来上市 但是这种东西上市 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 我注意特别到 华尔街日报 最面有一篇文章 他在提醒我们这些投资者说 你们知道你们买的是什么吗 因为很多投资者只知道马云的阿里巴巴每年是以百分之三十几 甚至像淘宝网百分之六十二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他不知道说淘宝网跟你没关系 这很多美国美国不知道这些这些东西 不过阿里巴巴的在美国上市确实当一当天受到了热捧 而且现在目前来看阿里巴巴作为华尔街的一个金鸡蛋 只会越做越大 美国的很多投资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 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知道他有没有做违法的事 或者说我们如何来证监会如何来管理这家公司 这个我想以严格来讲 这个透明化确实有问题 虽然按照他美国这个SEC的这个registration和发言来讲 至少他在Kamen Island的公司可以透明 要做到透明 对那个公司没有问题 但是呢 因为他跟阿里巴巴China呢 他只有contract的关系 只有合约关系 不是股份股东关系 所以他没有权利要求参与跟transparency跟management 也就是说你提出要 要中国阿里巴巴给你提供所有的证据 他可以不提供的 对 因为他给你只有 就是说我交付给你每年8%的revenue 另外那个12%的equity呢 还不很清楚 他现在还没有说清楚 还没有说清楚 我想可能 你拿到真正就是一个经济利益而已 也就是这五大的财团 再加上几十家的银行 也不在乎马云将来的公司 透明不透明 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世界知名企业 在美国上市 就足以让华尔街这些投资家们赚的都满 包满 美国政府对 前一段时间您特别提到了 其实美国政府对 这美国的五大的这些CPA firm 开始这个做很多的不满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在上市的时候 中国公司来美国上市的时候 很多财务问题 可能引发了很多的质疑 你要说 就是差不多半年前吧 中国一家公司 我忘了它是一个地产公司 他们的accounting制度被发现 是真正的一个有accounting fraud 就是没有好好被audit 那像这个price border house China 它就没有办法好好就audit 所以美国SEC就要求 你们要提供audit这种资料 但是呢 这很可能也是为了外交 跟政治的一种关系 互相妥协了 也是有一点 叫做在那边 这个什么叫怎么讲 我们比实力嘛 对吧 我也不能妥协 因为我也是个国家 我也是个主权的问题 所以为了主权的面子呢 我可以说中国的这些公司 不用提供给你 因为你是透过政府机构 来要求 所以为了面子问题 我不给你 你是SEC来要求 你政府机构嘛 那我们就不给 好 所以中国政府不理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当时SEC不是就下了一下吗 他说按照我们美国这个 叫accounting public accounting board的规定 你只要没有做到 那个audit的 compliance呢 SEC随时可以把你 kick it out 就是你上市我也可以将你下降 这就为什么在华尔 目前这还是 还是个理论上的风险 阿里巴巴 我也看到过华尔街 有人提出来说 其实就在上市之前 美国的FCC还在提出了高达几十项的可能性的风险 还在提醒投资者 其中一项就是说 他随时可以被下架 他有被下架的可能 下市的可能 当然他就说 怎么可能呢 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IPO 你怎么能会让他下架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筹码的 就像当时最近美国突然就是对大陆的叫 Cyber那种发言嘛 突然就开始起诉了 张律师 VIE 可变利益实体 这是有人说 它是模糊了一个国家主权概念的一个实体方式 让它在国亨国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概念 让很多人把它用来作为到另外一方的金融上市也好 金融产品也好 这样一种方式 阿里巴巴是采用了这个所谓的VIE VIE在美国合法不合法 在美国 美国公司可以不可以用VIE 好 这个 我们先说这个VIE本身在我看来了 读了相关的一些官方跟非官方的文件以后 我只能按照我之间的本来评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艺术产品 这怎么讲 因为这个名词太艺术了 就可以按照时空的不同做不同的解释 按照政治因素解释 你觉得太模糊 按照外交因素的解释 太模糊 其实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产品 你说拿这个美国的制度呢 SEC它要求的一个就是很单纯 叫Full Disclosure 全盘的拖出来 你只要把所有的风险讲出来 你可以卖给一个鸭蛋 你都可以卖得出去 所以他们的法律只要求叫Full Disclosure 你把风险讲出来 你任何产品都可以卖 所以它管你叫做什么债券也好 股票也好 VIE也好等等 名词次要 你只要把风险讲出来就好 那至于中国政府呢 它当时这个VIE 其实一开始中国出来上市的 都是透过American Departal Receipt 就是美国存款 存储信托 类似这样 我也不知道官方应该怎么翻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好了 为了达到让中国企业 比如说还有其他美国以外的企业 来上市好了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American Departal Receipt 这个什么呢 就ADR 比如说中国公司 它把一部分的股份 交给美国银行在中国的分行 当作departal 当作security 当作collateral 然后美国的母公司银行 就开始根据股票去发行凭证 他这个凭证就是说 在次序上就是不是省掉很多 省掉很多麻烦 就是transaction cost 还有很多问题都省掉了 那他在中国的这家银行 他中国想要上市的公司 叫美国的分行 叫美国的分行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家公司 他要把多少自己的equity 或者说自己的股份放在里面 这个就看你当时要发行多少 看你发行多少 对 那他这个American Departal Receipt 在美国还分了三个种类了 那最好的就是说 透过SEC去登记的 登记的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达到筹资的目的 你可以筹什么债券也可以 透过债券 透过股票也可以 就是这个方式 你既可以发行占券 也可以上市 对 所以这个呢 通常是适用于 刚刚那个五个企业以外的 五个Industry以外 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了 OK 对吧 所以为什么像最近几个都是 一定要透过那个方式 就是说国家禁止的这几个企业 国家限制的企业 是不可以通过这方式来的 就是说在公司的equity 管理权 主权 那个执照那些了 像permilla那些 最早曾经有一个实例 比如说也介绍一下这个VIA的一个历史好了 1994年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就是叫China Unicorn 不那是在美国上市 那有你看 好像中国通联还是什么 通联好像是 联通 中国联通 对 他也是用VIA上市 他用VIA上市 结果呢 1998年 四年以后 中国的最高法院判他说 你这个是无效 被迫下市 他在被迫下市 把钱退还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主权 有没有 就公司的equity 都给人家了 就违反他们 政府的规定 就是说你这几个 这个industry里面 对不对 telecommunication 一个finance 对不对 banking 还有一个是mining 就矿产 矿产的嘛 还有一个是defense 这几个不行 所以被迫下市 所以有这么一个记录 那后来 百度不是也 透过VIA上市吗 对 他也上市成功 当时就引起了一些 大家恐慌 就是你看几年前 他会不会也下市 对不对 那你这个可以吗 百度就开始说 我们这个跟他们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是 有点类似像阿里巴巴 这种结构 就脱离 把那个主权 有没有 太多放给 也就是我并不把 全部的equity 放出去 对 就是给你一点点 嗯 所以百度 也在那种模糊的状况之下 来美国成功上市 那在这个 紧接上呢 有一个叫做 民生银行 那我没有知道 听过 听过 这在中国也是一个 民间的一个私人银行 对 他刚开始呢 是透过香港去 上市了 呃 那个 那个VA上市的方式 结果 马上就给 中国法院判为无效 也是犯同样的错误 跟那个 China Unicorn一样 那就是说你把太多主权 太多的这个权力给人家 有个 boating rights那些等等 嗯 所以 中国法院的这个 司法的这个认定 其实很清楚 你只要 把股权投票权那些 给外国投资人 就不行 哦 也就是说这个VA是有一定限制的 就是说你把利润拨给人家可以 好 就 产生了这几个可跟不可的 这种模糊以后呢 所以这一次 阿里巴尔上市 他特别谨慎 他也请了一群 很多美国一流的事务所 出过legal opinion 说我这个VA 跟过去来讲 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更可靠 所以那个legal opinion就说 我们这个是真的叫 那个U3讲 culture 就是非常纯的 非常纯的了 嗯嗯嗯嗯 绝对可以进来去考验的 不有担心下市的问题 但是他有个弹书 他在SG法院 一定要个弹书 还是有风险 被认定无效 他为什么 他说你怎么写 他说总 还是有 他为什么不在中国政府认定 他有效以后再来上市呢 中国政府也不干这个 我今天认定你有效 不代表你将来有效 哦 我只能认定 今天你的上市结构有效 你可能将来会变化 中国政府很聪明 我也不准理 我也不禁止你 我保留随时的监督权 也就是说当你 我认为你伤害到我的利益的时候 我就让你回来 这个就当时是一个 目前还存在的风险 就是VA呢 这个合法性 不是百分之百 嗯嗯嗯嗯 好 就算它合法 我们讲是 但他们所拿到的权利 因为不是equity 不是投票 不是管理 你拿的不投票去 对吧 没有错 它只有是一个叫 share of revenue profit 是 那这样的话呢 它是根据一个contract 所以万一伪业的话呢 伪业的就去到中国法院去起诉执行 这个也是第二大风险 也就是说你只能在中国进行 法律诉讼的问题 没有错 你就算在 因为讲你好 Kammer Island 一个是中国 你没有可能适用到美国的法律 美国是第三国 美国法院没有义务啊 去执行你这个案子 去审判你这个案子 因为你也不在 因为两个都是第三国 你也不是我们美国的本同事 没有错 所以就算你透过SEC去登记 但是你的underline contract 还是S territorial contract 所以说他们领土以外的 所以他们美国的这种国际司法 在适用上也用不上 你唯一的救济 法院一定在中国 因为最后执行在中国 就算你当时制定说 我们是用第三国法律了 这个都有困难了 很可能法院又不承认 因为他说你的第三国法院 跟这个交易本身没有关联性 在国际司法的原则来讲 所以这是所谓叫第二个风险 有可能在执行上有问题 万一我也 但最后 躺在那里大家都说 为什么那么多 有理论上的风险 他照样卖得很成功 我开中名就讲 马云很聪明 定价定得对 然后他把那个权力分散 给那些好几家利益分散好 让你们只能保护我 变成我的罗罗 我付高价 你又怎么样 你就每一个听我的 你会帮我把持这个价格 只有往上 也就是说 马云是通过了一个技术性的方式 来保护了他的公司的股价 可以有一个稳定和一个成长的空间 而且我想马云也一定很聪明 因为他今天需要21个billion 他来日可能需要更多 只要这个鸡蛋是金鸡蛋 对不对 他一定有回头来重新要蛋的时候 既然他要回头来要蛋 他不可能让这个蛋的 让这个鸡死掉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以马云过去的经历来讲 他一定会保持让这个利润 会相当合理让他们分享 你毕竟分享的 仅是我的8% 虽然没有法律严格的这种可靠性 但是就是说以这种实际 这种叫leverage 美国股市的繁荣也符合马云的利益 对 所以马云没必要把自己在美国里的经济杀掉 没有必要 对 其实最初我想你刚刚提到 他其实最初的答案是在香港上市 但是香港证件交易所 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就是说你一个share就是要one vote one share one vote 这一点马云他做不到 而且中国政府也不准 VIE的方式也不准 我倒想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您的说法 马云现在的上市公司 实际只是阿里巴巴的12%的equity 和8%的revenue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的日本的软银 还是这个Yahoo所拥有的百分比 仅仅是这个portion的百分比 并不是阿里巴巴公司的股权 所以在一夜之间马云就把他们两个 从76%削减到8%的一个小小部分 是8个billion 是20个billion的8个billion而已 马云在这一点有点像魔术师了 但他是用的是我们美国投资者的钱 他利用美国资金市场的这种形成跟运作 反操作成功 您特别提到VIE的reverse 所谓的VIEreverse 我理解那就是美国公司 可以不可以用VIE这样一个概念 到中国去操作 收购也好 商市也好 收购合并中国的企业 有什么样的实力 所以既然你这个产品出现 是不是能够两面通 所以Walmart在2010年的时候 就很聪明的很技巧的 想利用同样的VIE类似的结构 就是说你也拿不到我Walmart在美国本公司的任何利益了 你也是拿出我Walmart一小部分的这个revenue而已 OK 对吧 因为你既然可以透过中国企业这样来美国资金市场 你还这么说我也可以说 我也可以来这样做 对吧 我Walmart到KML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一个VIE对吧 我也拿出我一小小的部分的这个revenue 根据contract 然后从那个钱去中国大陆进行收购合并 当时这个标的叫做一号店 一号店 结果他那时候的这种计划就开始附中了 中国我想应该是证监委了 就不准 理由呢 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国际 你可以抽到钱去买公司就好了 你先偷个微筹钱嘛 我偷那个钱有没有 就直接买公司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把我利润的一部分放进这个VIE的公司里面 然后不管我在开 在开曼还是在这个哪个赛事群岛 反正我只要把这家公司有钱了 我就可以去并购其他的公司呗 其实啊 因为我在华尔街做那么久啊 当时我们刚开始呢 就我们这个去训练的时候 这个概念只有两种 你在这个资金市场 只有两种产品 一个叫债券 一个叫股票 就这么单纯 但这几十年 这十年来的吧 一二十年来延伸太多的这种产品 所谓叫衍生品 对 那个衍生品也脱离不了 一个就是股权 一个债权 债权就是说你没有投票钱 你只有利用 利息 对 这个 我发行贷券嘛 我给你利息就对了 但是往往现在这种就是说 每个金融风暴都产生的原因 也是因为经过那个 它是债权的这种原生品 才能太大问题 对啊 阿里巴今天卖的其实就是一个 百分之九十二是债权了 百分之八是股权几乎可以这么说了 嗯 它那个产品 怎么怎么理解这个 您的 因为它是拿百分之八的这个revenue去 给你啊 那就是债权的部分 那就是债权 那是股权的部分 股权部分 那是股权部分 其他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二 实际等于说 我向你发行账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 你买我的权利而已 你买我的权利 你可以有利润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 你是因为等于说两个 一个deposit了 然后我先交给你九十二的 百分之八的是exploitation 一个是门票 看来这个 就是就是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复杂 有必要吗 应该回归到最单纯 就是你买的是一个preferred stock 也可以 non-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 或者是 就是一个debt 要不我就买债券 要不我就买股票 就是一个support 或者preferred 就是说你有没有优先权的债权而已 就这么单纯 对吧 他立了那么多名称 然后成立那么多子工资 跳来跳去 然后holding 不过现在 对不起 当时也是因为淘宝起家 就这么单纯 不过 说到 其实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有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 引起了很多的波兰 其实按照 从历史来看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 阿里巴巴第一个原本上市的地方 是香港 而且我也特别注意到 其实上 当时香港证监会是非常愿意 还想去改一个 还想改 改自己的规律 他还说我要为了马云 是不是可以修改 接受马云这个所谓的合伙人制度 对 为什么马云没能在香港上市 个人意愿 还是香港最后觉得说 我不能破规矩 香港一方面也还没有真正做到 对 同时呢 他这个机会来讲 是一个利润的来源 就是美国的安德莱特 还有纽约 Stock Exchange 股票市场 根本就不想放肆 马上就去抢了 连英国首相也去抢 所以欢迎他到英国来上市 已经变成一个世界上的跨国的议题了 大家认为是这个金矿 对 而且你也晓得 世界目前来讲 中国还是经济强国 因为经济强国 才造就了有这个淘宝市场 那是 就是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提高 因为这个这么庞大的消费市场 才产生淘宝的成长 阿里巴巴的成长 为什么你看一个公司在美国来讲 它可以一夜之间很快成长 因为它市场大 嗯嗯嗯 大陆目前也是唯一 可以跟它相抗衡的一个国家市场 所不同的中国的市场是成长 对 美国的市场是萎缩 因为它已经承受饱和 社会成本超过它的这个利润 社会成本超过利润 嗯 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已经都转移到中国大陆 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的企业 它也是成长很快 因为它市场一样大 甚至更大 对 而且他们的消费者都是有存钱的消费者 不是靠信用卡来这边消费 美国消费几年以后就宣布破产 对吧 可不就是这样 然后就几年以后就是破产了 是 然后反正我最后 我一个破产嘛 我最后把可以read up所有的债务 没错 所以像这个 你说以阿里巴巴来讲 它也是一个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奇迹了 明星性的企业 对 所以马云的这个香港市场其实也是 我也注意到 其实香港不仅仅是证监会在大家debate 我看整个香港社会 甚至包括当时的这个特区政府 也都在希望说 看有没有可能 我们给他一个转折的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合适的title让他来上市 但最后马云还是work away了 这个利弊其实目前还看不出来 但是我个人认为了 可能我的观察是 你说 错误了 我觉得马云今天第一步先来美国上市 还是对的了 因为这个资金市场还是很大 明星效益 对 而且他以目前的结构来讲 他几乎对他来讲是零风险了 对他是零风险 他做某一个事情卸的跟他自己 是 就他们两个人 比当年Facebook跟Google的上市 有没有 都漂亮得多了 那是 对吧 你想人家至少拿出百分之 这个50的股权给人家 对吧 你才拿出8%到12% 对啊 你才12%的股权 而且12%还怎么定义还是很模糊 而且你还把 世界上没有个公司做到这么漂亮的 一个就是厌打一个厌挨 因为他给这些人的利润太高了 无法抗拒 他把他变成合法 华尔街不管 无论如何 这一波钱是不能不赚的了 他不是当天只拿到600个million 他还有很多trading的这种profit 对啊 他还有这个问题呢 而且 短期两年之内 可能他们只有网上的利润 为什么不干 而且不光是这五大公司了 下面有40家银行呢 你想想 这是整个带动了华尔街的利润 不过您别说啊 我还真见到过 网上有一篇有一家银行 我忘了叫什么银行了 银行的一个总裁说 我不参与华尔 那个阿里巴巴的这个IPO 当然他给了他一些理由 当然他说的就是 他说我是一个typical 一个美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操作者 我认为要做 就应该完完全全按照 美国证券市场的规矩来做 他就认为说 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上市 有太多太多不确定 其实你就把他简化嘛 你买的其实就是个债权嘛 没有投票的债权 可能那是一部分的债权 这就是他的产品 对吧 严格讲 他就是一个艺术产品 我不是这样讲了吗 你可以按照你这种方式角度去解释 你拿了就是8%的revenue annual revenue 那个是可上可高 但是以目前机制成长 它只会 因为这是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方法 现在当时每个人都淘宝 是吧 是啊 我是不晓得怎么淘宝 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们跟张 那个张律师谈 就说马云的淘宝网 为什么这么赚钱 不过 在我们 他也很辛苦 刚才写 当然了 一个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 马云到今天 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清楚 他的利润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 虽然大家说 他有50%来自广告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但是马云 有人说 马云会是未来的一个跨行业的 真正的中国的头号的亿万富翁 原因就在于说 他现在涉足的领域太广了 好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就我们光用这个revenue 这个会计定义 跟profit会计定义 都是非常有弹性的 就什么算profit 你想他以中国公司 8%的revenue 跟profit来算的话 但是中国公司 是按照中国的会计制度去定义 那是 所以他那个定义就是 变化太大了 我懂你的意思 半年整个大陆 吃完那个市场以后 他可以把它做到 他要给你多少就多少 他说多少就多少 没有错 他不是按照美国的会计制度 因为他毕竟 他在中国大陆 这个财势变化 真的是有点像 怎么讲呢 一种古堡一样 所以就看当时 世界资金市场 对马云的这种吸引力 有多大 大的话就多一点给你 按照中国的会计制度解释 哪一个会计不作帐 你说 为了省畜也好 等等 会计就是作帐 没有例外 你看他这个极端的这种变化 而且特别是像马云那公司 马云不要忘了 马云这个阿里巴巴公司是按照他的说法 他是有25个部门 所以这25个部门之间怎么能够 就马云阿里巴巴公司的公司架构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公司架构 他而且其实公司的生意 让人看来跟Google大乡 没有他太远 可是他架构非常的复杂 所以张律师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 我们请张律师继续跟大家谈 阿里巴巴和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今天非常感谢张律师 谢谢 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收看 和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